我們不能期待說 這個社會沒有假新聞 沒有買票 沒有什麼沒辦法 我們要建立一個社會是 它就算發生了 它有辦法承受那個電影 我們要建構一個有韌性的社會 因為你不可能期待這個社會沒有假新聞 你也不能期待這個社會沒有買票 但是我們要建構一個社會就是說 當它有買票有假新聞的時候 這個社會是承受得起的 它已經是一個存在的事實了 所以我們要開始如何讓台灣 台灣成為一個更穩定的社會 答案是我們需要有一批 素質更高的國民 認為今天台灣年輕人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我這也不是高房租高房價 什麼少子化地信什麼都不是 最大的問題是沒有希望 剛才講過說 如果有兩個人 那平常在辦公室都每天吵架 互相看不順眼 可是禮拜天他們要去教堂 要去禮拜的時候怎麼辦 會不會很尷尬 還是有辦法坐在教堂裡面 一起祈禱 那是為什麼 因為有一個更高的東西 把它們擁抱住 因為我最近在想聯合政府的問題 如果不同的政黨 要在同一個政府裡面一起工作 除非有更高的東西 去把它擁抱住 它要把人民的一個幸福 或者人民的一個快樂 當作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這樣才有辦法讓不同的政黨 能夠在同一個政府裡面工作 眾人的智慧會超越個人的智慧 不過我們常常在開會 我們不會一言堂 每次遇到有爭執的時候 我常常問一句話 我們今天做的決定 你覺得將來後悔最少的是哪一個 就選哪一個 其實如果這樣想的話 今天很多政治上 我們看到的問題就解決掉了 人家說大傻幣政策 一開始我對這大傻幣政策 不太了解說 它哪個地方出問題 我現在就很清楚了 在疫情期間 你看我們台灣做的事情 三倍券 五倍券 再六千塊 再三萬五 就是如果你念市立大學的話 每一年給你三萬五千塊 如果你對國家沒有期望 你沒有想說 我們要做長遠的規劃 那最後就輪回大傻幣 錢馬上給你有沒有效 有效 對選票有效 但是對整個國家 未來的前途沒有效 我在去年12月的時候 我在卸任前兩個禮拜 特別好到新加坡去看一遍 新加坡就花了兩年的時間 付一千個年輕人 然後在疫情期間 把新加坡全部依化掉 當時台北我也有做 但是我那規模實在太小了 因為新加坡大概一年花四億 我那時候一年才花一千萬 那個等級還是不夠 如果我們是中央級人 就利用那段時間 把整個國家趁勢把它依化掉 你想想看 如果每個人手機是台北通 然後每人有一張記名的身份證 又有卡 每個人在銀行有個電子帳戶 如果要發三倍券怎麼發 Enter 當時三倍券花了二十二億 印那個紙張 沒有想到第二年花五倍券 再花二十幾億 如果政府不做 要花力氣 乾脆就錢花一花算 在座都年輕人 我不要這樣很誠實的講 你知道 這一次如果贏的話 又是奇蹟 只是說我們永遠都在創造奇蹟 你用那個Google券的 劈柯文哲三個字進去 然後測在過去十年你知道 增量最高的就是 2018年開票那天晚上 這個也是奇蹟 因為第一次遇到兩黨同志夾殺 也沒死 然後在2019年我們成立台灣民眾黨 一個月後 然後就變台灣第三大黨 五十四歲 第一次從政 在台灣歷史上 這大概是最老 這也是為什麼台灣民眾黨 會跟其他政黨不太一樣 一般來講國民兩黨 他們從政人物 就是大學畢業 就去議員的辦公室當助理 然後坐坐坐坐 有一天就變議員的辦公室主任 然後再出去選議員 選上以後 議員又做幾屆 然後選立委 立委做幾屆 再去選縣市長 所以等到他有一天 他當縣市長的時候 他已經在那個匠缸裡面 泡了三十年 泡爛掉了 李登輝是五十歲 從那個台大的教授 直接到行政院當政府委員 那後來就台北市長 沈主席副總統 那大總統 我是五十四歲 突然從台大一選的教授 然後就變台北市長 為什麼李登輝對台灣的政治 會帶來新的改變 他就是new species 全新的品種 因為他跟過去完全沒有什麼關係 他突然這樣進來 那為什麼我們也是一個全新的品種 因為我們跟過去完全無關 很多人在批評我說 你怎麼老是喜歡用海選的制度 這個就從生態學 或者育種學來講 你總要有新的品種進來 絕大多數的突變是不利的 可是為什麼你要維持突變的存在 因為環境可能會改變 所以我們要保持一種創新的精神 所以常常是這樣 我常說我要辦 我在台灣的歷史上 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我現在都期許我自己是一個 給台灣帶來改變的人 我們就心存善念 盡力而為 所以人類的進步常常是這樣 一個突破 再累積很多很多的小小的進步 累積起來 我在政治思想上最大的改變 就是我開始反對亮點政治 更重要是那種很努力 不斷地學習 不斷地做 累積起來 所以才認為說 國家之力量在於國民全體去 今天這麼多年輕人在這裡 我只問你兩個題目就好 買票會不會影響台灣的選舉 買 那還選什麼 我們就掛了 第二條 控制媒體會不會影響選舉 買 對啊 這結束了 沒辦法可以下班了 我們不能期待說 這個社會沒有假新聞 沒有買票 沒有什麼沒辦法 我們要建一個社會是 它就算發生了 它有辦法承受那個電影 所以我們要開始建構一個叫 有韌性的社會 從剛才講到現在 我要講幾個概念 我們要建構一個有韌性的社會 因為你不可能期待 這個社會沒有假新聞 你也不能期待 這個社會沒有買票 但是我們要建構一個社會 就是說 當它有買票 有假新聞的時候 這個社會是承受得起的 所以從那個極端氣候 的韌性程式 到極端政治的 這種韌性社會 這是台灣社會要去進步的 它已經是一個存在的事實 所以我們要開始 如何讓台灣成為一個 更穩定的社會 答案是 我們需要有一批素質更高的國民 所以國家這力量 在國民全體 民主專業價值 為什麼要講這個 民主政治沒有保證不會出錯 所以為什麼要強調專業跟價值 就是這樣 什麼叫專業 就是科學 你不能民主政治 搞到最後變義和團 什麼叫價值 你知道 最容易區分 我們跟別人不一樣 什麼叫價值 你知道 不應短期的利益 犧牲長期的利益 不應少數的利益 犧牲多數的利益 不應政黨的利益 犧牲國家的利益 因為他的想法他不是選贏 是他最高的priority 他是說能不能趁機撈一把 所以那個戰略目標就不一樣 所以不要為了政黨力 犧牲國家的利益 所以為什麼大傻幣政策 都是不對的 因為為了短期利益 犧牲長期利益 所以真正會讓政黨之間有差別的價值 民主是個價值 對不對 大家說民主政治 自由是個價值 人權是個價值 什麼叫人權 人權就是說 你有沒有把人當人看待 你有沒有讓每個人有公平的機會 這叫人權 我不可能什麼都平等 可是最起碼機會要平等 所以當時為什麼我在台北市 我花十幾億 把學校全部網路化 這個叫網路人權 所以為什麼要網路人權 他不會說 因為你沒有辦法使用網路 所以你想要用工也沒有用 因為我常常去大學演講 你認為今天台灣年輕人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我熱點不是高房租 高房價什麼少實話 地信什麼都不是 最大的問題是沒有希望 所以你不能怪年輕人 什麼躺平 草莓 所以現在你知道 你會不會成功 跟你有沒有努力 相關係數不高 跟你爸爸是誰 相關係數比較高 我們那個時代是 有拚就有希望 我問你現在這些年輕人 你覺得有拚就有希望嗎 國家出現嚴重的問題是什麼 年輕人不再作夢 絕對不是換一個總統 從此王子與公主 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沒有那一回事 我們只是換一個總統 你知道 重新讓年輕人有希望 就是說 我拚我有機會 這樣而已啊 國家絕大多數的危機是 灰犀牛不是黑天鵝 這兩個都專有名詞 黑天鵝就是 你想都沒有想到 突然跑出來 這個叫黑天鵝 灰犀牛就是 你遠遠就看到那隻犀牛在那裡 你想說還遠啊不要理他 就沒有想到衝過來撞到你了 絕大多數的危機 都是灰犀牛不是黑天鵝 這一關先過了再講 他們就沒有長期的計畫 所以是這樣啦 我倒覺得 只要認真做事 不要貪污啦 不要貪污就好了 在剩下50天的關鍵時刻 有什麼呼籲策略方法 讓我們在全台各地點燃烽火 掀起磕流淹沒藍綠 最終取得勝選 不管執政或者是選舉 對我來講都是一個 改變政治文化的社會運動 從選票分析上看起來 我非常清楚 你知道 我們在50歲以上的支持度很低 我想一個很大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 因為在媒體完全被 傳統媒體被控制的狀態下 我們只能用網路 可是對那些年紀大 他使用接受網路的機會 越來越低 很多觀念 你知道 所以需要靠大家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那個叫孫子兵法 事業草計畫 我們需要把每一個年輕人 他都變成一個家庭裡面的思想的傳播者 透過他們去影響他們的長輩 因為是這樣啦 如果沒有這樣的話 也許要花很長的時間 去改變一個國家的思想文化 每個年輕人願意花一點時間 去跟長輩講話 必然你要去說服你的長輩 投票剩下50幾天 接下來藍綠 一定會把所有資源傾潮而出 去抹黑抹紅 柯文哲主席 因為他現在 就是國民黨民進黨最大的敵人 對不對 對 我們覺得可怕嗎 不會 因為怎麼樣 阿伯不放棄 我們就一定不會放棄 阿伯如果上任之後 會如何推行教育改革 其實教育改革項目太多了 講講不完 其實教育本來是窮人翻身的最後機會 所以不應當讓教育失去的這個社會功能 我跟你講 如果兩個月前 我對松宇教育還在猶豫 我現在就比較不會猶豫 因為我這次去矽谷 看到那個叫嚇到的 你知道目前 那個環體中文 只佔人類全部Database的萬分之二 所以如果AI AI是用Database來學習的話 你就發現一件事情 如果那個人工智慧是用環體中文來學習的 他變聰明的速度會比較慢 因為它Database不夠大 單單一個雙語教育要怎麼做 或者是說品格教育要怎麼做 國際教育要怎麼做 每一條都是大體 其實這樣 這也是我一個想法 絕對不要幻想 複雜的問題可以簡單解決 就是每一個問題 他累出他要做 然後就一直去做一直去做 所以敬意求精每天做 那想請問柯主席 就關於年金改革的政策是什麼 那怎麼解決這個長期累積下來的這個問題 年金為什麼會破產你知道 因為在1980年的時候 台灣的人口結構是漲 金字塔錢 就是年紀越大人口越少對不對 所以領錢的人少腳錢人多 所以會破產 現在變成這樣 然後慢慢一直上去 以後會變倒三角形 所以領錢的人多腳錢人少 所以就破產了 這樣你聽懂了嗎 你看 我30秒就把你教會 這一題的真正原因在哪裡 我們在1980年制定國家政策 是以當時的人口結構在制定政策 結果到2020年經過40年後 人口結構改變了 可是我們的政策沒有跟著調整 就這麼簡單一句話 所以回答你這個題目 從現在開始 任何一個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時候 要先預算至少未來10年的人口結構 今天勞保年金會破產 真正的理由是人口結構改變 因為我讓我們人口結構倒過來的時候 65歲退休的概念一定要推翻 不然勞動力不足 所以變成要推動那個 就是說大家要繼續回去工作 為什麼 因為人口結構改變了 老人都不工作 這國家一定垮掉 你說為什麼一定會成功 很簡單 如果日本南韓都撐不住了 有什麼理由台灣會繼續 所以日本南韓 65歲以上人口繼續對工作的30% 台灣現在只有8% 其實比年輕改革更重要的是 我們要推動壯士大計畫 因為人口結構改變了 所以國家政策要跟著改變 所以我們要做一件事情 凡是阻礙長者回去工作的法令 全部要修 這個一定要做 很簡單 因為人口結構改變了 你整個制度不改變 一定是溫習的 台灣在前進的同時 柯P要如何去跟擔心自己福利受到影響 對於覺得自己跟不上政策的人去做溝通 以避免或減少這種剝奪感的產生 剛才講過說網路人權 這個我們也有做過 study 在台灣使用網路 世代落差比地域落差 比城鄉落差還大 同樣住在城市裡面 不同年齡使用網路的百分比不一樣 我們都以為教育是要教小孩子 其實不對 應該有個計畫 如何讓年長者會開始使用依法的產品 你要解除他的剝奪感 就是你要讓他覺得他跟年輕人一樣 柯主席在過去在交通政策的部分 說明都是說 您透過數據的分析 去把這個路段 能讓他修得更安全 減少事故 那可是呢 其實過多的這些的攝影機 也會造成市民的隱私的問題 那請問一下 主席未來在這之間 怎麼樣取得一個權衡的空間 目前台北市 攝影機大概有一萬六千隻 在我任內 我當八年台北市長 台北市重大刑案 破案率百分之百 他不是直接看到 他只要那個地方發生凶殺案 他就把那附近的攝影機 在那個時機掉出來 一個都逃不掉 後來我發現 為什麼我那個刑事案 幾乎百分之百抓到 一個最大理由就是攝影機 里長是這樣 每次說 這個攝影機太多侵亂人權 我跟你講 里長每次來市政座談 最多項的要求就是 他們裡面要爭攝影機 他平常看你的時候 你覺得很不爽 你的機車被偷了 你就說 你這個地方怎麼沒有裝攝影機 我們在台北市政府 後來又成立一個資料委員會 收集來的資料 要拿來使用 應該有規範 今天為什麼你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你對政府不信任 如果對打是公眾使用 公益的使用 他就不是問題 如何杜絕特別預算 還有不合理標案等 不受人民監管的國家預算 他說如何杜絕特別預算的問題 不要編就好了 財政法有一條要修掉 他有四個情形可以變特別預算 其實第四條等於是空白授權 他說 數年之重大政策 那個把它拿掉就好了 其他你說戰爭、瘟疫 那個當然可以用 我們這一組想要問的問題是 交通有三個一 有工程、教育和執法 現在的政府很常執著 在重於道路工程跟交通執法 可是常常忽略了交通法制的教育 那不知道主席對交通法制教育 有沒有什麼改善的方法 我們太強調說 教育一定是在學校裡面 像我們考駕照要滿18歲 18歲到25歲的車禍傷亡 還是台灣機車傷亡最多的 車禍傷亡人數最大的group 這條如果我來處理的話 我會這樣說 要考機車執照駕照 不停要上訓練班 然後來就先給你做screen 就說你這個需要幾個 A課程、B課程、C課程 不見每個人都一樣 然後我只要蒐集一年後資料 我大概就知道這個要不要再修 這樣跑兩、三年後 整個交通 我認為可以相當有效降低 18歲到25歲的車禍傷亡 如果柯文哲您當上的總統 實務上要與中國進行溝通的時候 又再一次遇到類似像這次這種 對方的立場特別強硬的情況 民眾黨要如何應用這次合作破局的經驗 與對岸進行交流 第一點他有個地方講說 國民黨從頭到尾態度都不強硬 他只是一直騙我進去那個他設不決 他不斷提出不同的方法 但是不管哪一個方法都是他贏的 跟大陸溝通是這樣 跟大陸就是嚇阻跟溝通 你還是要嚇阻能力 你不要以為你什麼都不準備 跟他溝通他會跟你善意 那我覺得我犯了幾個錯誤 主帥不可以牽職除非幕僚看過 兩邊談判你知道 因為他相信眾人智慧超越個人智慧 所以任何約一定說 好你這個約這樣 我們給幕僚看過 半個鐘頭再回覆你 我不是說看一看就跟他簽了 這是我犯的錯誤 所以主帥在幕僚沒有看過之前 不得簽任何文字 因為你是代表團體不是代表你個人 這是我犯的錯誤 第二條 這就是郭台銘在嘲笑我的 我那時候嘲笑他說 你都不知道比賽歸是 我去跟人家比賽 後來郭台銘也在嘲笑 你也不知道比賽歸是